韓國瑜市場最平民 被譽為韓國瑜最美助選員的李明璇 長相甜美 氣質出眾 在去年11月的市長選舉中 累積了高人氣 而他的爸爸李玉文 也是今年有意投入鳳山區 立委選舉的市黨部副主委 但7號卻突然發布聲明稿 要退出這場選戰 一長串的聲明稿寫著 和基層拔甘情20年 一直為國民黨服務 現在國民黨需要轉股 讓更多年輕人出頭 自己願意拋磚引玉 幫年輕人打拼 其中也提到 女兒李明璇有心幫國民黨做事 當爸爸的餘工餘私 都會全力幫助女兒 打人們該放手了 我們不敢講說天人交戰 但是實際上是滿 痛苦的一個過程 那麼當然也有人鼓勵說 是不是鼓勵明璇 能夠繼續接上這個棒子 來繼續來 但是她畢竟是我們的女兒 年紀還輕 我們也會不捨 但是很多朋友的鼓勵 很多 是不是能夠讓年輕人 讓明璇他們 也能夠出來接棒 你們願意回高雄的 有多少舉手看一看 我也想 曾經女兒喊著想回家 幫高雄盡一份心力 李玉文也毫無保留 要把自己累積了20年的政治養分 傳承給女兒 不管李明璇準備好了沒 都會有爸爸李玉文 這個最強後盾 讓她在未來政治路上 發光發熱 記者黃世雲 莊泉辰 SNG小組高雄報導